就是你千萬不要在公司當一個 就是其實每一個公司都一定有他 訓練實習生的一套 SOP 或者是教育訓練 但是我自己覺得你在這個同時 你就要開始非常的用力去看 你的正職、帶領你的學長前 他是怎麼做其他事情的 然後等真的要報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呈現出一個 他們平常很習慣的那樣的模式 就是因為我自己已經陸陸續續做過蠻多實習 然後目前的情況是我身上是有兩份實習 然後這兩份實習都已經超過四個月了 那我個人覺得呢 就不論你是剛進公司的實習生啊 或者是你可能像我一樣 已經在某一間公司裡待了好一陣子的實習生 你都有幾個點 就是你只要做得好啊 你不用靠什麼職場心機 你就可以平實力 讓大家對你的印象是 不斷的往上level up這樣子 當你今天第一天進公司的時候 絕絕對對比要表現得非常的害羞 我覺得這個點是非常重要 我甚至覺得是可以稍微練習一下的 那第一天你一定臉不了的就是被cue說 欸我們今天公司呢 有一個新人進來 我們就請他跟大家自我介紹 這樣子的一個橋段 那如果你這時候只說 呃那個 我是某某某 然後我是呃 台北人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一個 無聊到不行的自我介紹 大家可能聽完之後 就是對你 就是只能拍拍手 像我的話 我就會說 呃 我喜歡拍影片 然後我可能很關注時尚 我喜歡穿衣服 然後大家如果未來有接影片相關的疑惑啊 就是我們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這就是一個 不害羞 但是又不會太過over的自我介紹 就是一個好的第一印象 大家可能未來要跟你講話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可以去找到一個 你會的點 去切入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部分是 蠻值得去稍微練習一下的 那再來呢 第二個點 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你千萬呢 不要在公司當一個 伸手派 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就是 不是說大家今天第一天進公司 你就從零開始都要自己做 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其實每一個公司都一定有他 訓練實習生的一套SOP 或者是教育訓練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你在這個同時啊 你就要開始 非常的用力去看 你的正職啊 帶你的學長姐 他是怎麼做其他事情的 我舉例來說好了 就是我在其中一份實習 是做醫療行銷的公司 那我們公司裡面其實就很常需要 數據的報告 或者是通證一些資料 然後要在周會的時候 做一個report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你的學長姐一定會跟你講說 欸我們平常會看哪些數據啊 但是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觀察說 那學長姐 他們報告的時候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模板 是用怎麼樣的版型 他們報告的細項是怎麼去分類的 然後等真的要報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呈現出一個 他們平常很習慣的那樣的模式 那他就會覺得說 欸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跟你講 要怎麼去詳細的製作 但是其實你已經會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你不去當聖手牌 一直等別人來教你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我自己覺得很多公司 也會有一些教育訓練的PPT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在 可能下班前的時候 問一些主管說 欸有這些資料我可以拿回去看嗎 可能這樣的話 我之後真的有什麼疑問 我再請教你們 最重要就是你直接大加分 那再來第三個點呢 就是當你實習了一陣子啊 我覺得很多事情 如果你可以做到80分啊 或是100分啊 你就千萬不要只做60分 或是剛剛好這樣子 可能今天主管 他們對陣子的標準很高 然後可能對實習生就是覺得 啊那你就一起聽 但是我們沒有要責罵你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在時間足夠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完整 更周全 他不只可以訓練你做事的能力 也是讓大家認為說 欸你這個實習生的價值 完全不只是這樣 甚至會有覺得說 欸你好像很適合 來我們公司這樣子的感覺 那第三個點 都是我覺得實習生必備的一些元素 那第四個呢 就是我認為你上班也要水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像你的一些服飾 或者是一些衛生習慣 你去公司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你也要維持到一個好的狀態 我並不是說 你可能每年都要化全裝 或者是穿著超浮誇去上班 而是像是我 我可能 就是至少你要刮鬍子吧 或者是現在很多公司 他都不會強迫你 一定要穿得很正式去上班 但是你也不要穿睡褲 或者是什麼運動球褲 然後穿什麼拖鞋 到辦公室 我是真的有遇過 雖然公司 可能是希望你穿得 自在就好 但我覺得自在不等於隨便 然後像是衛生習慣也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公司 並不等於你家 所以你如果今天吃早餐 然後吃完午餐 你東西都不拿去 去插水先丟掉 而是一直留在你桌上 那我就會覺得說 呃好無言 就是要是引起這張狼的話 整個辦公室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而是有大家 我覺得那就是 雖然無關你的工作實力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像是你的人品這樣 那最後一個點呢 就是你要適時的 耍一些小淘氣 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在很多公司實習的時候 都是 小淘氣擔當 那我得先講喔 如果你今天想要 裝可愛的話 前提是你千萬不可以 是一個雷包 如果你今天是雷包的話 你就先把 我今天講的前面三個點 先做好 因為如果你今天 就是一個很雷的人 你有在那邊耍可愛 就是真的是超級 宇宙無敵欠待 因為我就曾經遇過這樣子的人 有時候我就會撒嬌說 好想訂飲料 好渴 這樣子 你知道有時候就是可以 幫辦公室 帶來一點歡笑啊 緩解一下氣氛 或者你知道 每天你就負責 幫大家訂飲料 訂下午茶這樣 我覺得都是 刷笑 然後是一些很好的方式啦 大家就是自己自由發揮 這樣子 像呢就是跟大家分享 五招要如何讓實習者呢 在主管 要來做音樂 如果你們都聯絡 那邊吃到樂 也就煮到樂 那邊吃到樂 我們很清楚 還有一時 一定要兩時